接下来我们要来问这个林医师 最近刚刚我们讲到的 好多精油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样 用什么态度去看它 它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助眠 还有好多香自备的 最近什么香 什么香 是不是真的有助于 这个帮助我们的睡眠 反正植物呢 从根莖叶一直到花 这是老天的 等于是我们叫大地的礼物 大地的礼物 所以你把这些里面的成分 取出来以后 都是化学成分 有醇 有泉 有什么东西 各式各样的 那但是有一种叫铁锡类的东西 那在这个铁锡类里面 有一种叫背半铁锡 那这些跟我们很多的香 还有我们有一些精油 它里面含了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是怎么样呢 它我们在脑子里面 有一层保护的激转 我们叫这种脑的血管的一个障碍 所以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要到脑子我要给你过滤 所以我们有的又为了安眠药 有的吃进去它没效的 你要加很多倍 它才能够少许的进去的作用 那但是呢 像有一些香类的 或者这个背半铁锡类的 这一类的东西 它直接就 它可以过去 而且呢 根据他们有的做研究呢 它进去了以后呢 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在奸老在我们的夏世秋 世秋这一带 跟所有的活力 自律神经 荷尔蒙的分泌 记忆 这个行为 各种的 那它通通可以让你这个区域的 氧气增高 似乎在这个地方它有保养 让它运转好 让它功能发挥的好的 这个效用 现在通常呢 在我们来讲 精油太多种 刚刚几位专家都讲了 那因为我们有的 直接用擦的 那经过皮肤 它也就进来了 那有的人用吸的 它到肺里面 它已经就上来了 那但是呢 刚刚讲的是 直接都不要经过 所谓的BBB 就是脑血管的障碍 它直接就上去 直接上去 对 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一般呢 我们在精油 我们就谈了所谓的精油之王 精油之王 对 我们叫乳香 像玫瑰呢 乳香 是精油之后 像这个薰衣草呢 它说是精油里面的瑞士刀 什么状况下都可以用 真的耶 所以他们在婚礼的时候 他就把薰衣草 踩到地上那家踩 一踩完一出来以后 这个很多人都紧张 抽筋 癫痫 这个躁动歇斯底底 它通通都让它缓和 就是松嘛 精油之王乳香有什么效果 所以呢 乳香 乳香 乳香呢 基本上它是 乳香是植物的 也不是动物的 它是那个跟牛奶没有关 是一种灌木 灌木 然后胶 展现那种胶质 但是呢 你把它的树皮切开以后 它就流出一种白白的树脂 那久了凝固了以后呢 就有一点像 在我觉得像冰糖 但是是橘红色 暗色的 那你把这个东西将来再来萃取以后 就变成乳香 那乳香为什么叫精油之王呢 因为呢 在古时候 这是宗教对乳香 特别大家一致公正的 它就是好 因为在一般来讲 我们细胞的再生 是 细胞再生也有用得到 对 我们通常的认知障碍 就是俗化的老年痴呆 那有些 这些通通发炎 它通通都有帮忙你的效果 都可以用这个 刚刚您说到的这些 这个我们在美容院 massage店 应该都闻得到这个味道 不是牛奶味 是乳香味 你闻看 这个是乳香 其实我对乳香很熟悉 你很熟悉 为什么 因为我都有在涂 我之前开刀的时候 我身上有伤疤 是 然后后来我就听人家说 乳香好像可以修复那个伤疤 可以让它淡疤 因为我那个疤实有点大 后来我大概现在涂了 两三个月的时间 它那个疤真的慢慢就变淡 而且开始慢慢变平 然后本来是有点咖啡咖啡颜色 现在变成淡淡的粉红色 所以 我自己也真的有 感觉有效果的 有 几十年了 这个破腹产 那个肚子上就像一个蟹竹 肚起来 颜色也深 它就每天晚上洗完把它涂一涂 真的就像刚刚 我来形容一下这个味道 我觉得有一点像柠檬皮 微微的柠檬 橘子皮柠檬皮的味道 至少是舒服的 舒服 还算舒服 可以香 可以点 那它为什么呢 因为在古时候 他们认为被鬼缠身 要驱魔 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有恐惧 混乱 焦虑的时候 一用上母乡以后 这个人他就集中精神 就安定下来 然后他就比较内敛 能够定下来可以想事情 他可以让一个人慢慢的就是 他可以冥想 他可以像宗教的信仰 他定下心以后 他可以提升 他可以忘掉过去 然后往前就是很乐观的看钱 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营养师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来 OK食物 也就是说我们在吃的方面 除了香精这种涂抹擦纹的以外 在吃的方面 是不是也有一些食物 能够帮助我们好眠的呢 对 就是我把一般就是 睡眠睡不稳的一些状况 我们先把它大概分类 然后相对它有一些 什么样的营养素是可以补充的 那来自于哪一类的食物 那比如说我们看好了 有些人是睡不深 睡不深的时候 其实它需要是色胺酸 我们看最后下面 那色胺酸它其实会来自于 蛋白质的食物 因为它是一种氨基酸 所以我们一般的豆浆 或是蜜黑豆 那它叫那个零食 蜜黑豆其实也是一个 不错的血香 那再来睡不好这件事情 比如说像我们就会跟B6 跟芝麻素会有关 所以睡不好要吃芝麻糊 对 像芝麻糊 那B6像金针 你知道金针它另外一个名字 叫忘忧草 对 古时候叫忘忧草 所以它都是有帮助性的 忘忧草 对 我们另外看 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大 都会压力大 所以睡不好 那Gaba是一个 就是稳定我们的情绪 那所以像是糙米 或是发芽米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会说 发芽米吗 这个都会是有 富含了Gaba的东西 那另外就是钙汉美 它是稳定情绪 可是我会建议 比如说你单喝牛奶 有人不一定觉得有效 下次试试看 加点坚果牛奶 例如比如说像是杏仁牛奶 或者是芝麻牛奶 因为最主要它里头 有鎂的成分 它会让你钙和鎂 都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让你的情绪 会是更稳定的 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些需要的营养素 在这边这样子 那这些是不是应该是 睡前一两个小时吃 不是很睡觉前吗 对 要不然吃得饱饱的 就是我要提醒 如果是液体类的 我都会建议就是吃完晚餐 就可以吃了 因为其实很多人 他其实比如说 男性到某个年龄后 会有社护腺的问题 你知道他在喝奶 喝水 你知道他等一下就会半夜 一直起来尿尿 那个睡眠品质就不会好 那有一些人 其实现在很多人 都是因为压力大 所以胃都会不好 那胃食道逆流 那这些睡觉前四个小时 尽量都不要喝汤汤水水的东西 所以我大概都会建议 这个都落在你的晚餐的选择 会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讲完了食物以后 今天我们有瑜伽老师 我们要请瑜伽老师帮我们示范 睡前可以做哪些瑜伽好不好 来放松 好 好 那其实在我睡前做运动之前 我还是会做一个叫做 精油的吸秀法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精油的吸秀 其实它是直接到我们的中枢神经 所以我会使用三瓶精油 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们要精油入门的话 这三瓶精油你们是可以必备 第一个是柠檬 再来一个是薄荷 然后再来一个是薰衣草 那为什么用这三个精油来做吸秀 就是我们先用柠檬 有时候可能我们在一些 就是一天的疲惫当中呢 柠檬类的精油 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有一点refresh 就是有一点 好像让你重新得力的感觉 那再来一个话是薄荷 薄荷其实它有抗发炎 消炎 然后它也有舒缓的效果 那最后呢我们有用这个薰草 刚刚有介绍过 那薰草其实我们就是安眠 就是镇定 然后跟可以让你很舒服的睡觉 那这三瓶精我们是非常简单 第一瓶我们用柠檬 所以柠檬的话呢 就直接在你的手上滴 一到两滴 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 就是直接涂抹在你的手掌心 然后在你的鼻子前方 10到20公分 然后只吸吐5次 吸气 吐气 然后吸吐5次 其实这是非常放松啦 我怕大家睡着 我在吸吐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非常的享受 所以有时候会在示范的时候 忘记别人的存在 好 那第二个是薄荷 薄荷一样 就是我们一样在手 香味我们都闻得到了 已经有香味出来 而且这个薄荷我使用的话 它有 在吸秀的时候会让你感觉 你在吃薄荷巧克力的感觉 然后一样吸气 吐气 好 这个薄荷其实它 马上一吸秀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整个 对 整个人 如果你有一些发炎的症状 它都可以帮你舒缓 那最后一个是薄荷荷 那这三个精油 混合在一起其实是OK的 没有关系 它们三个味道是非常相合的 闻到过和味 对 然后最后就薄荷荷 所以每次用精油 我的这个嘴角就自然上扬 会不会这三个用完了 不用做瑜伽了 已经睡着了 对 就是有些人 就直接睡着了 好 那完了之后呢 因为其实我们吸秀完之后呢 你身心已经都放松了 那身心放松之后呢 我们又要让我们的肌肉 整个再放松 对 肌肉也要放松 所以第一个我要做的动作很简单 对 我们其实晚平老师帮我们示范 对 只要在你的这个床边 然后呢 我们双脚打开 好 坐姿双脚打开 然后膝盖可以弯曲的 然后慢慢的吐气手往前伸展 然后背部往下放松 上半身往下放松 下巴要在内收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因为它会让你的自律神经平衡 因为我们知道自律神经是从我们的脊柱发展的嘛 所以我们延展我们的脊椎平衡的自律神经 把这个早上呢 所有的一切的这个烦恼 或者是紧绷啊 都沿着这个脊椎的伸展 把它延展开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保持你鼻子的吸气跟吐气 然后脚板要记得回勾 为什么要勾起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整个腿后肌群 它也可以得到整个伸展 所以在这样子的同时你会发现说 你的腰啊 背啊都会整个放松 好 然后一样五到十次的呼吸之后 慢慢的吸气 身体再起来 然后放松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它就是整个让你的背部 然后让你的整个腿后肌群一直到背部 然后肩颈的位置 很多人可能睡不着是因为肩颈的关系 肩颈有点酸 或者是说打电脑打太多啊 然后你的背啊 整个是颈的 所以当我们在吸气完精油之后 再配合这样的放松的动作呢 我想大家看到我做都已经快睡着了 觉得是非常的放松 就很舒服 对 很舒服 所以整个背它就会整个背伸展 但是可能有些人的筋骨比较硬一点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脚可以弯曲多一点点 就整个这样往下吐气 对 然后身体就放松 然后下巴要内收 下巴内收的原因是要让你的整个脖子这个地方 整个也放掉 对 这个要做多久啊 五到十次的呼吸 五到十次 对 然后慢慢的吸气 身体再起来 然后呢 其实睡前就不适合太快 就不要再病病蹦蹦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这些动作 对 慢慢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用椅子 我来示范一个 一样是很简单的动作 刚露露老师示范的 在瑜伽垫上的 我觉得我也可以做 真的 因为看起来还算初级的吧 对 应该初级的动作 不用很能Q的也可以 那如果我们上班族想要放松 怎么办呢 我们有椅子 来 露露老师帮我们示范 在椅子上怎么做 椅子上的话有两个动作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晚上睡前才恶补 早上的时候你就要稍微让肌肉放松 不然累积了一天 晚上就会特别难入睡 那第一个动作我们脚打开 而且这非常适合在办公座前面做的 原因是因为 大家不会发现你在做动作 因为我们身体就会往下 就会以为你去上厕所 但是其实你是在放松 对 然后脚打开 然后背部往下放松 好 双手食指交扣 好 手肘内收 背往下放松 保持深呼吸 鼻息 鼻涂 然后再一次深吸 好 吐气的时候 可以的话再把你的背更多往下 更多往下 更多往下 好 上半身再放松 好 你可以左右动一下你的头 放松肩颈 背部的肌肉群 好舒服 对 这上半身真的可以做 然后你也可以放松一下 你的肩膀 对 左右动一下 然后慢慢的吸气 慢慢的再起 对 身体再起来 我觉得上班族打电脑 如果再搭配建议 这个动作好舒服 所以其实没有人发现 你在做动作 对 检测测 而且站着头再往下 以为不再为你上 只是转一转 你就可以感觉到肩膀放松了 那如果你还有点时间 就是还可以再做这样子的测 这个动作很美 对 然后如果说你 对 检测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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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